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我對每一位華語教師 我都覺得就像我們自己一個子弟 到國外去 同時因為我自己在外交部裡面 擔任時間比較久 所以 也對於我們自己比較年輕的同仁 尤其是那種初次要外放 去擔任工作的同仁 擔任工作的同仁 我們都是非常的關心 既要讓他有那個能力 又要讓他有這個自信 還要很重要的讓他有收穫 這個不是 那各位我覺得都是帶著一腔熱忱 或者帶一些探索 或者好奇 或者真的有某種責任感 或者使命或者是如果 不論怎麼樣 出去這一次 當然就是 我們台灣的華語教學 能夠對於世界各地 對我們友好的 對我們想瞭解的地區 我們去做一些 接觸 做一些貢獻 像種子一樣 教育部特別跟我講說 你們可能也是華語外交小尖兵 我看大家還真的是 大家可以有一個了解 軟實力是指的一個國家 對外頭對其他的國家 能夠產生一種好感吸引力的能力 能夠產生一種好感吸引力的能力 比較大的國家 都有這些機構 比如說法國有 有L'Alliance Francaise 對不對 法國文化中心 德國有哥德中心 英國有British Council 美國有什麼 各位要去美國的 美國有美國文化中心 不過這個當然有一些演變 我們在台灣的美國文化中心 曾經 他現在已經猜測了 但他現在在AIT的 應該是屬於新聞 或者是PR的部門之下 美國的文化的交流 到台灣來最早是1958年 設立了美國新聞處 這個新聞處 後來在1979年斷交以後 改成美國文化中心 隸屬於AIT之下 地點在哪裡有誰知道 就是現在南海路的228國家紀念公園 好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軟實力的投射 那今天我們中央民國台灣 對外用語文教學的方式 也是一個 對外一個軟實力的投射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 我們有一個 如影隨形的 一個 一個 算是競爭者嗎 還是怎麼樣 孔子學院 聽過吧 沒聽過的舉手 真的都聽過啊 你們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嗎 漢辦 這個滿接近的 漢辦已經在2020年 改了名字了 就改成現在 好像我們也是什麼國際 什麼中文 什麼基金會 大家 不過 seriously 這個 漢辦的 就是說這個孔子學院 在 出 它是2004年 就是大概整整20年前 開始 推動 從在 美國最早在 馬里蘭大學 設立了 第一個孔子學院以後 很快在第一個五年十年裡面 就增加了非常非常多數 到2020年的時候 大概有一百 一百幾十 一百六十個國家吧 設立了將近兩百多個孔子 我忘了老實講 真的太多了 漢後春春 而且它除了孔子學院之外 還有孔子學堂 孔子講堂 孔子學院主要是 大學對大學的對接 設立孔子學院 然後由中國大陸的教育部 透過基金會 拿一筆專款去開設 然後派老師送教材 然後去影響到 這個大學 這個高等教育機構 有關於中文教育上面的 這個內涵 那孔子學堂是針對於 中小學 外國的中小學 所以它遍佈了美國跟歐洲 東南亞也有 所以各位 現在還有了 所以各位將來出去的時候 偶爾我想 也許你所屬的學校 或是你所屬的機構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設置 那大家都是 同樣的都是 用教授語文 Mandarin的這個方式 在跟當地做溝通 做交換 所以給大家有一個概念 所謂的軟實力 但是呢 什麼叫軟實力呢 我想給大家提供一個概念性的了解 軟實力是 就是 也許有人聽過 美國有很有名的政治學者 後來也當了很高級的官員 叫Joseph Nye 他在80年代末期 提出了國家軟實力的這個概念 軟實力是因為先有 這個硬實力 什麼叫硬實力 Hard power 最簡單的講 就是一個國家 又利用強大的軍事力量 用威懾的一種態度 去讓別的國家屈服 然後他達到他的國家目的 軟實力是什麼 軟實力呢就是 一個國家利用它 在制度上 在文化上面 在政策上面的優越性 道德性 來展現吸引力 比如說 什麼叫制度上 我們是民主 自由 重視人權 在生活方式上面 我們是開放的 是多元的 是非常多采多姿的 藝術啊 各方面大家都 都能夠分享 也得到敬重 在這種情形之上 來展現這個吸引力 讓其他的國家樂於仿效 甚至於產生嚮往 為什麼會有寒流 寒流就是標準的一個軟實力 那這個是當然 寒流在歐洲 在美洲的影響力 顯然還沒有在台灣 或東南亞那麼強 但是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例子 現在既然知道了這個 給大家可以了解一個概念性的定義 那我們用這個定義就可以 其實台灣的軟實力 就已經出來了 我們是一個高度民主的國家 不論用什麼指標來衡量 我們是多元開放的社會 不論你是從宗教看 信仰看 LGBTU角度上看 還是我們對待移工的這個態度跟待遇 來看 然後我們是一個文明的地方 人際相處都相當的和善 也都會遵守各種的規矩 也樂於助人 同理心很多 也有正義感 我們是一個科技先進 企業發達 人才多 投資強的經濟體 這是我們的軟實力 我跟大家說 這個是舉一個例子 一個架構下你去了解什麼是軟實力 但大家想軟實力跟我有什麼關係 國家的軟實力跟我什麼關係 過去幾年我在英國演講的時候 我常常講兩句話 一個是 雖然是老生常談了 但台灣是一個民主 自由 人權跟法治的國家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台灣是世界上第20大的經濟體 它本來就應該是G20的成員 我們真的是第20大 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 我們的經濟實力是第20 有一次到19 大概在20 各位這個就是 我講這個時候都是 自信滿滿的 因為我們是有所本的 那不論將來 各位去到任何地方任教 絕對不會有任何有理智的人 會不同於你這麼說 那這就是台灣的軟實力 不過它軟歸軟 也是各位出國任教的時候 照在你身上的金鐘罩跟鐵布山 那這個軟實力 我們要記得它的源頭 那就可以用它 在用它的時候就可以收放自如 首先在經濟上大家都可以 這個可能要講到 各位還沒有出生的年代 經濟上面 我們在70年代的時候 很重要的十大經濟建設 十大基礎建設 它在引起了我們在80年代 經濟的起飛 到了90年代 台灣前燕角木 那是那個年代 GDP的人均 在那個時候 打破了1萬美金 這個MIT Mate in Taiwan的這個名稱 脫胎換骨 從那時候開始 那今天我們GDP人均是多少 3萬5美金 3萬5美金 各位這是我們經濟的軟實力 當然我們還有更不要忘了 台積電這些晶片製造產業的 整個的這個區塊 這個是你在國外 現在你只要出去一聽到台灣 大家想到的就是晶片 台積電 尤其你現在講到AI 未來的發展 電動車啦 什麼亂七八糟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要晶片 而且是高端晶片 只有台灣台積電的高端晶片 在全世界的65%它的製造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對不起 90% 全球晶片它佔65% Advanced chips 佔90 90 98還是多少 所以這個在政治上面 剛剛講的是經濟 政治上面 我們80年代解除戒嚴 90年代總統直選 2000年政黨輪替 到今天 我們的選舉的公平公正公開 以及效率 是非常有名的 我們在外交部 現在到了選舉 國內的大選 我們覺得很重要 我們希望別的國家 能夠派人來觀察我們選舉 沒有人要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問題 所有的官選 那些都是 關心人家民主發展不健全的 就一天到晚要去觀察 去提醒 像這幾天的一個大新聞 各位也許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委內瑞拉的選舉 然後造成 好像現任總統 自己宣布當選 結果 秘魯馬上宣布跟他斷交 拉美的一些國家 都不接受他的選舉結果 美國也開始表示意見 那這就是 雖然是 就是跟台灣的選舉 是一個 一個強烈的對比 就是 基本上我們都已經 自成一個名聲了 所以各位都在外派 就讓我想起 我在80年代初期外派到華府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剛剛被稱作四小龍之一 亞洲四小龍之一 我在向洋人講述 台灣經濟發展的時候 就每一次我聽的人都很欽佩 可是人家如果問我 為什麼你們戒嚴要那麼久 為什麼你們有黑名單 為什麼你們不快一點民主改革 我就要很費力的 把當時政府的立場做說明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回頭看是非常的感慨 作為台灣的推銷員那個時候 當年的台灣是一個 不容易推銷的商品 今天的台灣是一個Easy Sell 那尤其我們還有一個世界 都緊盯天天纏著我們的對照組 所以在軟實力上面呢 我們基本上超越了過去的自己 也強過了今天的對照組 那下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台灣的軟實力 基本上其實就是一個形象 那使台灣成為一個Easy Sell 那麼各位在外派以後 既可以搭它的順風車 也可以適時幫它吹吹風 那所謂搭順風車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各位會發現 各位出去以後會發現 我是台灣來的 這句話非常靈 也許你們已經出去玩過了 去國外旅行 這句話人家問你哪裡來的或者怎麼樣 你說我台灣來的 你會非常靈 我的經驗是大多數的時候 你會立刻感受到友善尊重 有些時候還變得很熱情 所以基本上簡單講 就是他們很快就卸下新訪 我再講一個小故事 我40年前 外交部派我到英國去進修英文 當時和一位同事想要去荷蘭玩 因為那個時候剛剛華航開航歐洲第一個航點 而且那時候唯一的航點就是阿姆斯特丹 我想說華航都非你這裡了 我們去申請簽證 我還記得那天到了海德公園邊上的荷蘭大使館 去申請簽證 一進去 那個簽證官看一看到我們的護照 然後就說 你們這個要填六七份表格 而且審核的時間是八個星期 我就很納悶 我當然心裡面我覺得很不是味道 我說很不是滋味 我就只隔了一個海峽審核要八個星期 他說那你要不要申請 我說我要 就領了一堆表格厚厚的 六七份每一份好幾頁 那我就出來了 那後來我是怎麼處理那些表格的 我都現在記得很清楚 但是我不能告訴你們 我的這個note跑掉了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說 大家在看現在到今天 我們基本上愛去哪裡去哪裡 講到歐洲 基本上整個歐洲的深耕區 還有非深耕區的國家 都已經免簽了 這也不過是這十二三年來的事情 那像國家像德國還有意大利 我們的護照基本上是走那個E-gate 就是電子通關 這也不過是這四五年的事情 所以這個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這個順風車啊 我是台灣來的這句話會很靈 大家會很體會 不過既然是這個順風車搭了 那麼怎麼幫我們台灣的軟實力吹吹風 這個就是要各位發揮你的巧實力 剛才上一堂那個林顧問有 我記得還有提到很重要的一點 要多跟學校當局 就是你當地的語文要熟練 主要的目的不是用來教學 而是用來做更高層的溝通 所以這個 也就是說這個 需要各位發揮的巧實力 就是以教學為本 但是要配合你廣結善緣的能力 來拓展你介紹台灣的資源 這幾個建議 一個是在教學方面 也在教材上面 可能要像剛才都有提了 看情形 能夠納入一些台灣多樣化的風土人情 或者是食衣柱形的這些元素 另外的比如說台灣在不同時期的 拍的電影 或者是有關台灣的主題性的Documentary 這些短片 或者是電視新聞報導的片段 我覺得都是可能可以在課餘的時候 可以拿來充實作為你運用的一個材料 另外一個 第二個就是 希望大家能夠盡量鼓勵學生 學習正體字 來使用我們的教材 正體字是一個貫通古今的平台 尤其比如說你課裡面還有書法的介紹的話 其實書法作為一個藝術 也只有正體字才能夠體現 除非你是教他們行書草書 至少我是覺得在歐美的中國城 像樣的中餐廳 你在點菜的時候 大部分的菜單還是用的正體字 這個可以跟學生講一下 第三個建議就是說 看當地的情況 多多和台灣的社區交流聯繫 所謂台灣社區 比如說那邊的台灣的商會 同學會 同鄉會 還有華語學校 僑校 當然還有我們的住外單位 或者教育部太主的單位 或者是 有些時候你就碰到熱心的 有能力的協助你的人 擴展你的這個教學的資源跟能量 也會 同時也可以充實你們在那邊的生活 最後就是 建議和學校 特別是當地的華語教育主管單位 能夠建立交流 了解他們的政策 目標和標準 比如語文的建立標準 為什麼用這樣子的等級 我們國家有我們的標準 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的標準 這個細節的部分 教育部的部分 教育部那邊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的資料 跟他們做一些交流 希望能夠每一屆 我們國家相似或相對應的單位來做交流 也要鼓勵 校際之間能夠互訪 做這樣子的 這一類的交流 同時我也想說 希望大家能夠鼓勵學生 或者是相關的人士 能夠申請我們提供的各種華語講學金 或者是遊學的計畫 剛剛提到說 在當地的華語教育主管單位 這個交流 我講我個人的一個經驗 大概2006 快20年前吧 我在多倫多 多倫多 加拿大有去加拿大的地方 加拿大的地方 沒有 OK 因為我覺得 加拿大是一個跟美國完全不同 它是一個重視多元文化的 它保障多元文化的一個國家 這是它的政策 跟美國說是民族的熔爐 是完全不同的 多倫多是一個移民集結的地方 大多倫多地區 600多萬人口 那個是那時候 現在可能700多萬 佔全加拿大人口的五分之一 它的教育局 那個 那個Bureau of Education 提供大概100個 正常課堂之外 100種語文的 補習課程 鼓勵那邊所有的communities 去辦它的學校 所以什麼羅馬尼亞語 烏克蘭語 什麼都有 那華語當然很多 華語主要有 傳統橋設的橋校 有我們台灣所設立的 所支持的橋校 也有 香港設計的橋校 大概有 也有100多所的橋校 那個時候我們就說 把我們台灣在那邊的相關的橋校 都能夠集結起來 一起去跟很多很多教育局 去跟他們溝通 跟他們協商 反應表達需要教育局方面 能夠配合提供多少多少資源 不論校舍還是教材 還是甚至於 老師的薪資的補貼 等等的 所以就是這些 如果你去到你現在派去的地方 有這些機會 可以跟當地的教育主管當局 如果也能夠有一些了解 交交朋友做一些了解 然後我相信也是會很有幫助的 至少用你自己本身來把我們台灣的軟實力 能夠介紹出去 好 我想我就簡單 講到這邊 OK嗎 有沒有問題 你是華師嗎 你先生 不好意思 次長我們就是很好奇 其實華語老師在海外 常常就會面對別人 關心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對 所以我們也想了解說 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說詞 是能夠在不傷和氣之下 又展現民主的方式 或者有的時候是在中國人的面前 介紹說我們來自台灣 對 這樣子 謝謝 對 我知道你們有 早早跟我講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難去 去 不太可能有一個標準答案 因為那是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對象 基本上簡單一個原則 我覺得你如果覺得這個人是來找查的 他就是來找你麻煩的 那是一種處理方式 如果我覺得他是在 要跟你做一點討論 那就要跟他討論 對不對 那如果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情況之下 那很自然嘛 對不對 那現在兩岸之間的情形 他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不要一天到晚來軍演 對不對 我們這麼多人 一樣有很多人在那邊做生意 大家都在做交流 那這個 講統講讀 我們台灣制度就是不同嘛 我們要尊重我們 人民的意願嘛 每一次選舉都在這裡 對不對 不能說你說你是中國人 你不可以獨立 我就怎麼樣嘛 如果要理性討論 你有這個理性討論的空間 就講 沒問題 我都會說 我不論我自己個人主張 兩岸將來應該怎麼樣 可是那還是我個人的主張 可能很多人還不同意我的主張 我也要去注意到我們其他的人的主張 這是我們台灣我們的多樣性 我們的民主就是這樣 不像他們那邊 14億人都一個主張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個 所以 我想大概碰到這種情形 機會不太多 就是說如果他是真的來找查的 不過有些時候會擦槍走火 我提醒大家 在 中國大陸所派出來的人 如果你明確知道他是他派出來的人 那一定是他有責任有義務 要在某些情況之下 必須做一些反應 假設是私下的一對一 沒有面子問題 可能可以比較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如果是這樣子 當你在那邊講課 然後一個學生站起來說 你們台灣怎樣怎樣 那個 他準備要回去交代的 所以他不會推上 你講的再怎麼樣 他不太容易有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因為他們有太多的框架 對他們的言行 有框架 我們就是說大家自己一到了 心到了一個地方 就剛才就是教學方面說 多了解你的學生 同樣的學生裡面也許也會有 有懷疑的或者是 是怎樣的 怎麼樣的人 那當然比較可能會碰到的是說 同事裡面會是由 中國大陸派出來的人 那就是在 比如說課程準備 或者什麼這個部分的時候 大家小心一點 我基本上覺得人家 應該不至於會 像我看每一位都是這麼天真可愛 應該不會有人故意來找查說 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不需要去刻意地 一碰到這種問題就好像很嚴肅 因為畢竟我們台灣本來就是多元社會 每一個人的想法 也只是每一個人的想法 我們要尊重多數人的想法 可是多數人的想法 也一直是在變動的 不過我是建議大家 稍微花一點心思 能夠去看一看政府 這方面的 比較官方的立場 你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 反正我們是台灣 你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 但你要知道我們的官方立場 我們官方立場 最新的官方立場 建議大家看 賴總統520的就職演說 不過呢 我知道也有人會講到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或者台灣獨立 你們是不是一個國家 還是你們跟中國大陸關係怎麼樣 其實大家心裡面都抓準一個 抓準一個表述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 只要外國人分得清楚 即使今天奧運在巴黎那邊比賽 Chinese Taipei 可是記者都知道這就是台灣 最重要是做出這個區隔 他們的目的就沒達到 大家可以記得一個說法 就是說當被人家問到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我覺得你就直接講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就是simple statement of fact 其他你愛怎麼講怎麼講 反正我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 要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實際上 其實有很多的 如果很有理性討論的空間的時候 大家都會見到要知道那個區隔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國共產黨 很多人把它混在一起用 這就是老共的目的 那我們就這樣給他區隔 比如說你是不是中國人 不過台灣的中華文化是怎樣 你要不要教中華文化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 普通時期的移民進來 包括漢人時期 那個一層一層的疊 像千層派一樣 相互應染 當然主要的是中華文化 可是這跟中國共產黨有什麼關係 是中華文化 我們有不同的是 有日本的印記在裡面 有新住民的印記在裡面 當然還有在南部 還有荷蘭 厚裔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有原住民的印記在裡面 再加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移民 就是1949年 中華民國政府從大陸遷臺 帶來的一百多萬人 這個injection 你這個印記非常非常 是很紮實的 但不能說因為我承認 我們有中華文化的元素 你就非得逼著我說我是中國人 因為你認為中國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人 所以我們不要掉到那個漩渦裡面去 可是也不必因此說避諱說 我們確實是有中華文化的元素 但那個元素也不是全部啊 對不對 我們實際上 我甚至於覺得 如果還可以理性地講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中華元素 中華文化的元素實際上 保存的比經歷過文革 經歷過批孔的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要更多 他們現在有的是實際上硬體 還沒破壞完的 當初那個長城如果可以拆 他都把它拆掉了 對不對 孔子學院 我有一次 有一次把這個 泰國的中華會館 我不要講中華會館 反正泰國 有一次我就批評到孔子學院 我說孔子學院是一個 從來不教孔子學說的地方 怎麼會叫孔子學院 那這個當然就是 面對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時候 我們盡量去講 因為反正我們也不是 我們每一個人講都只是代表我們自己個人 我們也不能宣稱 像他們每一個人一樣宣稱它代表 後面的那個整個 這就是我們兩邊不同的地方 那文化上的差異 也就是在這裡 這個台灣跟中國大陸的 我認為文化上 有最大的差異是在制度面的差異 這個制度面的差異反應 是根源來自於思想上的差異 那個信仰 思想 我們的信仰是開放的 如果有去過中國大陸的人 我是沒去過 但我聽說 如果進任何的 明山古煞 或者是哪裡要收費的 進教堂要收費 參觀什麼要收費的 我們台灣哪一個廟要收費 哪一個教堂要收費 這就是 基本上對一個institution或一個信仰 基本的想法不同 他認為那個是 是商業化的 是可以 而對我們這個概念 傳統中華文化的人來說 是 道 如 這個範圍裡面 大家都愛選擇選擇什麼 但是彼此也尊重 又相互融合 這些東西其實現在在中國大陸 應該是比我們這裡薄弱 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很多的這個 那個 應對 應有的 這些文明禮貌 也不見得 如果講文化來講 都有根源是一樣 我們台灣是 確實有堆疊很多中華文化的 必然的一個 但是我們有更多的其他的外來源 外頭來源堆疊上來 那個城市蠻多的 那是跟中國大陸就不太一樣 還有沒有問題 就是有很多附外教師 可能會在當地有一些活動 要負責舉辦一些攤位來推廣台灣的文化 但是我現在考量到可能我們人在國外 可能不能直接實體的呈現 或是復刻夜市的什麼彈珠台那些 或是我們也不一定真的有那些心力每一次做珍珠奶茶 或是所有的台灣小吃 那我想問問看您參加外交部的 過去的一些舉辦的活動的經驗 那您自己認為有哪一些文化活動 或是實體的物品 是你認為非常值得呈現給外國朋友體驗或是欣賞的 想問問看您的經驗 謝謝 這滿大的一個問題 基本上我覺得就地取材 也要看您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以珍珠奶茶為例 珍珠奶茶拓展現在到主要是在西方世界 最早的源起是 剛好我剛剛講到我在多倫多 我記得最早是從台灣這邊直接引進到多倫多 從加拿大開始擴展到北美 大概十年前跳到了歐洲 先是落腳在英國再往歐陸去 所以它發展的脈絡是這樣 那很快的 台灣奶茶的變形 又不是只有台灣人在經營 中國大陸的人 馬來西亞的移民 香港的移民 很多人都在做 我們真的要做的事情是 辦任何活動讓人知道 不論你是哪一家哪一茶店做出來的奶茶 奶茶是從台灣originated 是我們的發明 這是一個介紹的方式 那是不是一定有奶茶可以介紹 看運氣 你沒有那個資源 所以我說你如果說 你所去的地方 能夠跟當地的台灣社區早早建立聯繫 你會知道他們有什麼能量 這個不見得只有奶茶 另外就是住外單位也會有一些 台灣特色的物品 或者是比如說我記得 我們住外單位以前有一個標配 百寶箱 裡面就放了什麼那個 那個布袋系的那個昂啊 或者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你如果知道哪裡有 就可以去想辦法去就地取材 做一些規劃 那如果你附近根本沒有台灣人社區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會比較緊湊 要自己想辦法 但我覺得我們大部分朋友去的地方 應該不至於會 一點台灣社區都沒有 就發揮創意吧 因為什麼都好 台灣的什麼東西都好 但是基本上著重在 就是展現出我們台灣是很活潑 很多元的各種想法都有的 那十一住行嘛 不過真的要找到說台灣的特色 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就是怎麼樣去跟同樣是亞洲地區去的 那個社團所做的比如說這種展演 或是做一個區隔 是不太容易的 不過心放在這裡也是很好 去想辦法先了解周遭 你的方圓二十公里之內 有沒有什麼台灣人或者台灣的機構 或者是這個朋友 他們有些人才很多 那個確實是 先去打點一下 把周遭弄清楚 就可以有一些點子 現場還有老師跟助教 這邊有問題要問的嗎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提早結束 謝謝 謝謝 謝謝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感謝薛城務所智長 謝謝